小子 你这年纪血气正旺 脸上也没有病容 哦 我这位朋友中了外道寒毒 好在已经以内力震住 是已想请大夫开些温热解寒 补中义气的去寒方子 帮他化解仍在体内的寒气 外道寒毒 小娘子 这说法可瞒不过老夫啊 李大夫 比较瞎掰好吗 大夫误会了 我和这位身少侠 只是朋友 你们两人看来十分相配 分明一副伏几下 我是叫你 整治我的病 帮我把脉 不是叫你帮我看因缘 啊 麻烦送到薛家庄 就说是空腾派要的 还有 我和我和身少侠真的不是夫妻 尽管放心 老夫会吩咐药童 什么都别说呢 多谢李大夫 那么我们告辞了 你又来了 该不会又是房事过渡 伤了身子 伤大哥 你刚刚真是不够意思 啊 姚妹 这话怎么说啊 刚刚在衣铺里 李大夫那样说我们的事 你居然一声不吭 任凭他在那里不乱下菜 人家 人家都快羞死了 我是见姚妹你的脸上不但毫无怒意 反倒一脸偷偷窃喜 还想听她多说两句的表情 所以我才什么都没说 既然如此 下次再有人这么说 我当成否认就是 不用了 其实 被人这样认为 也 也没什么关系 哎哟 脸好辣 那我看看 对了 伤大哥 你现在精神还好吗 既然姚妹有兴致 我自然一点都不累 伤大哥就喜欢这样欺负人家 在那边的可是薛夫人吗 薛夫人 要我说几次你才能明白 高道长 两千两无论如何不是个小数目 我动用这么大一笔钱 帐房势必得向老爷禀报 三四百两 薛夫人 你是不把我高峰看在眼里吗 你是哪来的臭道士 居然敢对薛夫人恶行恶状 嗯 薛夫人 高某言尽于此 你自己好好考虑吧 敢问这位姑娘是 哎呀 你是空同派的小双摇吧 啊 啊 我和这位申大哥同行 事宜迟了一点才到 哎 在下申子俊见过夫人 这位申少侠相貌堂堂 英武挺伴 一看就知道是位少年才俊 名门高地前途不可限量 夫人 薛大哥又闯祸了吗 哎 这件事说起来一言难尽 数个月前 邹县突然来了一名身穿紫衣的神秘美女 这自称姓燕的女子 偶尔会在客栈摆摊 帮人占卜算命 指点迷津 解决疑难 据说十分灵验 哦 这听来的确很像薛大哥的性子 我家老爷前阵子得了风寒 现在还在身居养病 所以这件事我不论如何不能给他知道 所以那个叫高凤的道士就找上夫人 说他可以救回薛大哥 对吗 嗯 他说他曾与那紫衣女子交过手 奸称她是个道横高强的妖女 开口就要两千两 摆明了是丘诈嘛 既然薛家是姚妹与空同派的朋友 在下自当祭礼相助 是否将薛公子平安无事地救回 多谢申少侠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嗯 夫人这个主意不错 我和申大哥这就去向他打听打听 白家妹子 神少侠 一切就拜托你们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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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光临 独自坐在废屋中间的小女孩 莫非她就是小红 神大哥 小心 你们是 我叫做白霜瑶 小红姑娘 是你吗 嗯 我又跑来废屋了吗 显然是如此 是谁 是谁敢打上我们 看来 这就是邪孽的真面目 你们 躲走了我的小红 看来 这就是小红经常无故离家的原因 神大哥 你的阳刚剑气和我的道家真缘 向来是各种鬼魅王两的克星 不过 我们也绝不可小看着恶灵的力量 他得死 他们得死 你们也得死 也没有 来 雷如令 他會死命之鬥 所以我嚇到,他竟然會死命之鬥 我嚇好多喔 金華色 贏了 你呢? 我們贏了 霧靈作所,沒有錢 真是一場苦戰 不過那惡靈,總算煙消雲散了 不過,我感覺惡念恨意,仍盤踞在無內 那我們在屋子裡好好搜找一番 你們可以買人嗎? 你買人嗎? 我們買人的,我買人的 我買人的,可以買人嗎? 還要買人的 我買人的,我買人的 我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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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套 小红 你现在感觉如何 嗯 谢谢你们 这是我们在那屋子里找到的东西 你知道 这是谁的头发吗 莫非这是细魂传念的咒误 这是我娘的头发 原来如此 嗯 我明白 大哥哥 你们是想问燕姐姐的住处吧 小红姑娘 能告诉我 她住在哪里吗 燕姐姐住在一片茂密的紫竹林里 嗯 说到这个 你们可以帮我一件事吗 原来如此 这就是 薛公子至今未归的理由了 原来如此 这就是 薛公子至今未归的理由了 好漂亮的一片竹林 不过不知为何 总觉得 这里有股逼人的气息 宛如不欢迎闲杂人等人一入内一般 这竹林的地相有意 的确被吓过某种乱戒禁止 不过除此之外 还引人有一道 全然不同的妖气 姚妹 那艳姓女子看来应非恶人 又住在如此轻忧的所处 这里怎么会有妖气存在 沈大哥 对此 我也不太明白 不论如何 进去瞧个究竟便是 姚妹 我们走吧 我看起来是用红色 资具的颜色的顺序 是顺序 好 再去找青色 好 再去青色的 好 白色 白色找到了之后 再找黄色的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黄色 那再来是 嗯 色的吧 紫色 对 好 白色 看来 这竹林清居又有客人了 敢问 您是燕姑娘吗 公子不须客请 是 占相 占相 早就显示 你们今日会来 有段人布下邪阵阻碍 那人跟着公子你们混了进来 此刻正在两位身后呢 可是 我们身后一个人都没有 莫非 那人用了隐身的 是 心眼的贱人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你对自己的隐身术 太过自信了 是 贱人 到现在你还想装傻吗 老子之所以在外面守株带兔等这么久 当然是为了拿回雍天神符 雍天神符乃是天命之器 必须被交给相应之人 我可不能让他留在你手里 祝你 这种事 还需要你来决定吗 咱们今天 就来做个了断吧 嗯 臭道士 当日看你说话的嘴脸就知道你不是善蕾 没想到你还玩弄召鬼的妖书 这种恶行 我们绝不能容忍 老子可没怕了你们空铜派 不怕死的就一起上吧 今日要教你们知道 我高峰的厉害 呃 如果我升级 焚炎并 我为了他还没放什么大招之后 我就把他弄掉了 那个蝴蝶好强气哦 看着 我还要回眼之阵 瞧我的 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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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之仇 老子一定会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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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有公子你们两位相助 否则 以弃一人之力 未必是他召鬼术的对手 燕姑娘客气了 你的咒术可是令人大开眼界 只能说高凤运气不好 同时对上我们三个 叫他不败也难 妾的确没算到 在外埋伏的高凤会大胆闯入 燕姑娘请起 我只是个寻常的乡野少年 不知你为何突然行此大礼 妾曾得高人传授 能观星瞻药 亏天下之事 日前天献异象 乃是睽违千年的贵人献士之兆 于是依其指引 前来邹县 等待公子到临 燕姑娘 你这话 真让我一头雾水 或许公子一时还不能相信天律的奥妙 不过 妾十分确定 公子就是瞻相所示之人没错 燕姑娘 在下纵然繁愚 却也看得出你身份非凡 而你却愿意降跪御尊 请求成为我这无名之辈的随从 光平虚无缥缈的天命之书 在下 诸实无法信服 公子对此一时难以接受 远也在情理之内 燕姑娘 这要 我不知如何是好 沈大哥 这位燕姐姐言语真切 应非虚言 至于她说的天命 是否真有其事 等以后就知道了 既然 姚妹都这么说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不过我才离开绝谷不久 也不知道接下来何去何从 要跟着像我这样的人 得请燕姑娘多担待了 多谢百姑娘出言相助 看来 公子是大允这个请求了 这才对嘛 沈大哥 你得感谢我帮你找台阶下哦 姚妹 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燕姑娘 既然你希望今后与在下同行 不知方明可能见告 方便彼此称呼 窃明虽不足挂齿 但门公子问起 自当见告 窃明蓝青两字 兰方的兰 青巷的青 紫衣兰弱 青本佳人 这名字着实好听啊 不过 直呼你兰青太随便 叫燕姑娘 又显得生疏了些 还是 我们以姐弟相称 称你为兰姐姐如何 有这么会称赞人的弟弟 我这姐姐还真有福气 对了 不知这位白姑娘如何称呼 我名叫白双羊 双雪的双 姚玉的羊 既然沈大哥这么说 我也跟着叫你兰姐姐吧 我瞧 兰姐姐和姚妹 也以姐妹相称好了 是 是 是 又来笑人家了 我哪比得上兰姐姐美啊 不过看到兰姐姐 我就想起了二师姐还在的时候 啊 如果二师姐 没遇到那件事就好了 是 不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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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前任主人早已离开多时 于是就不客气地暂时借助 我在此发现一件东西 想请公子过目 好重 这个看起来像菱形小瞎子的东西是 这些东西的东西 据妾所知 此物叫做雍天神符 是极为珍贵的上古神器之一 虽然这神符原为此地主人之物 但妾认为 它将来对公子大有用处 是以擅自借用 既然蓝姐姐觉得有用 那就肯定不会错 义父也常说 宝物放着不用就是死的 先拿了再说 我们借着神符来用 才不浪费了它的价值 公子如此名利大量 却就放心了 可惜此地只有这神符质的一切 关于用法 就留待之后再说 若公子没有踏实 咱们可以先离开这里了 哦 对了 我们差点忘记来这里要办什么正事了 南姐姐 有个薛公子带了一批家丁来紫竹林找你 你可知道他们的下落吗 要是姚妹子没提起 我还真的忘记了 是 那就太好了 公子 这边请 好 多谢你们向我说明一切经过 多谢夫人大量 也请别太责怪令狼 夫人不用客气 我们很高兴能帮得上忙 好 白家妹子 深少侠可是受了什么内伤 或是血气亏损 需要汤药调养吗 深大哥之前为恶人暗器所伤 中了某种寒毒 白家妹子 这件事你该早点让我知道 可知道 若如此就太好了 请夫人务必帮深大哥这个忙 自当如此 多谢夫人 多谢夫人 我们这就去赤石谷一趟 我们这就去赤石谷一趟 多谢夫人